郭浩文拉开空间 这就是外援打法 好球啊 漂亮 好的 比赛开始 白一队在主场是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球圈 看一下这个万众期待的白一队小将 现在郭浩文登场 举重豪 刷人包夹 看出球 郭浩文 机会来了 好球啊 这一次并没有贪攻 其实有直接上篮的机会 白一队现在曹延上 这是一个外线比较有威力的杀手 郭浩文直接起好球 确实不一样 他这个身体条件 是新队队最高的 罗比逊 撤步的两分球 今天离篮筐距离稍远一点 罗比逊的逼重率是下降明显 好球一条龙 郭浩文 今天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 可以包眼缩 上一场没能落着看郭浩文 今天上来状态不错 刚才连拿四分 郭浩文是不是对着干 刚出道啊 就要跟对方外援对着标 好球 阿尔斯兰 三分球 命中 他下再拔三分 不住 反正现在来看啊 可能也是刚到队的原因 所以说外线的出手相对差一些 好球啊 非常的迅速啊 在最后的时刻 郭浩文 突袭一个 现在八一队 在第一阶结束是24比25 只落后了一分 还是不进 两个队的问题都是外线 稳定性差 看郭浩文又来了 这完全是外援打法 今天他跟莱多 看看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对着标 就感觉他的速度 冲击力 比莱多要强 郭浩文 阿尔斯兰再次三分出 好球 今天还行啊 四投二中的三分 回到通义水平线 郭浩文又来了 强力的突破 二加一打成 确实是有观赏性啊 这就是一个外援 这就是外援打法 外援的身体条件 这赛季张帆 场均7.9分 三分之34.2 我拉开空间 这就是外援打法啊 好球啊 漂亮 这个技术动作的运用 就是他有灵气 这就是丁燕宇航的特点 那不光有超群的身体天赋 看一下 雨凉 打得很勉强 白玉队的天赋 现在完全是靠这个身体天赋的碾压对手 一红宇再来 小球 没别的 全是靠身体 小线来看 完全不具备 一点待面 这种杀神的 这种实力 外线 曹延的三分球也有 白玉队 状态完全开了啊 内线有杀伤 外线现在有三分 看北空队怎么办 慢一些啊 而且弯不下腰 这个球给的 没接吻 郭浩文再起 造犯规 看一下郭浩文 进去直接起 好球 再给雨晨 看郭浩文 杀进去 好球 就是给郭浩文 现在杀伤力比较足 而且他的突破 现在对方本土球员 来对位 很难防得住 九分球 这分差一直是 现在稳固的 再给 阿尔斯兰的外线投球 好球 这个球 应该说 基本 所以说是 这赛季啊 白玉队一共赢了 六场球 带这场比赛 四场是赢得北后 这确实有点 北控克星的意思 大志 也掩饰不住 他自己的快乐 现在露出了微笑 确实 郭浩文的表现 还是很强眼